哈囉 大家好 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網路購物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叫做 阿拉手 它是韓文的知道了的意思 阿拉手 但是呢 好像如果你 不是跟你朋友評伯講話的話 要講阿拉斯米達 應該是這樣啦 就是以我之前有韓國朋友的經驗 它有分兩個網站 如果你是在台灣國內的話呢 你去期末他們的網站 你可以買到日本、韓國 還有一些歐美的東西 然後如果你是住在國外的話 可能住在美國 或是大陸、香港阿 別的地方 你想要買亞洲的商品 日本、韓國、台灣的話呢 他們也都可以幫你空運過去 那他們的東西呢 有一些是代理的 有一些是平行輸入 或是百貨公司的證貨 但都保證是證品 然後價位呢 不會比 因為他們是真的是證品 所以它價位不會比那種百貨 或是他們廠商 便宜很多很多 但它會稍微便宜一點 所以呢 還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他們的客服也有很多方法 可以聯絡到他們 他們有電話 也有微信 也有LINE 所以呢 就是可以很即時的 有問題就可以跟他們講 他們這次給我的 是一些他們比較獨家的商品 但是他們這次給我的 都是韓國YET YET的商品 這個YET牌子呢 在屈城市有賣 但是我沒有在屈城市 但是我沒有在屈城市買過 那他們的價位都會稍微 比屈城市便宜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買夜層的東西的話呢 就可以到他們的網站上面看看 那如果你是在 國外可能 美國啊 或者是加拿大 哪裡 你想要買亞洲的東西的話呢 也可以從他們的網站裡面選擇 首先第一樣是這個 甜蜜色線保濕純甲蜜 02蜜桃 它雖然叫純夾密 但是呢我不建議它拿來當夾彩使用 夾彩 夾彩 我都念夾彩 但是好像是臉夾 所以夾彩 我不建議拿它來當腮紅用 因為像我有一個那個妝容影片啊 我把它拿來當腮紅用 就是你這樣子點上去的時候 它這裡就是你點下去的第一點 它會有一個印子 因為它是染唇蜜 所以呢它不是像一般的唇蜜那樣子插上去之後就很容易掉 它是 插上去之後它不但有唇蜜亮亮的效果 但是它也有染進去的功效 所以它還蠻實色的不容易掉 就是因為這樣子它不適合當那個腮紅 因為你點下去的第一點它就會有一個印子在那邊 你推開之後雖然它顏色被推勻了 但是你第一點的印子還是在 但是它當唇蜜就很棒 因為它的顏色也是一個很好看的那種 可以天天擦的蜜桃色 粉紅色當中帶一點橘 然後透透的 當唇蜜是真的很好用 但是當腮紅我不建議 它的味道很好聞 是一個蜜桃的味道 第二個是一個夢露女神保濕潤唇膏 它是林山時尚雁桃 它的包裝我覺得都超級可愛 之前我注意到這個牌子的時候 就是因為它的包裝 它的包裝就是有一個畫的 有一點皺皺的女神 很像台灣一個插畫家畫的那個女神 就是皺皺的這樣子 它是做霧面的白色 然後上面畫的那個顏色是 就是那種凸起來亮面的黑色畫的 很有質感啦 然後這個裡面的這個顏色呢 就不太適合天天擦 因為它是一個很亮的桃紅色 但是呢 它就很適合夏天的時候來擦 或者是 像我今天咬唇妝的話 我也是我畫在這個內側 然後暈開再加那個 剛剛那一支 那個蜜桃色的染唇蜜 這支也是很適合夏天擦的一個唇膏顏色 再來這個是 紅磨坊 它又是紅磨坊 雖然 之前有講過 好像以前小時候有學過說 紅磨坊要唸紅磨坊 但是我覺得紅磨坊唸起來不順 還是紅磨坊唸起來比較順 那這個是 紅磨坊的唇露 它是02派對紅 它雖然叫派對紅 但它不是一個紅色 我覺得它比較偏向橘色當中 帶一點紅的那種顏色 最近看完那個製作人 韓劇製作人 然後裡面IU啊 它每次都是 它每次都是擦染唇液 就是染唇液可以讓你的嘴巴 看起來不會刻意的去擦什麼東西的感覺 像你有時候擦唇膏 或擦唇蜜 或是擦霧面唇膏 人家就會覺得你好像擦了什麼東西 就看起來是霧面 或是看起來變成亮面什麼的 染唇液的話 是擦起來就是一個很好看透透的顏色 不然我就覺得染唇液這種東西 真的是擦起來很好看 IU每次在製作人裡面都是擦染唇 它染唇液它都是擦那種比較紅的顏色 但是看起來就是會覺得它的嘴巴的顏色很好看 但是卻不會有很刻意的感覺 然後製作人這部感覺很好看 你可以下載LINE TV 直接在LINE TV裡面看就好了 它第一集不好看 但是之後就越來越好看 我覺得它第一集做的有點讓人要看不下去 但是好險有繼續看下去 因為之後還蠻好看的 金袖閒在裡面超可愛的 好這個就是那個染唇液 染唇液呢它可以很多用 你可以單擦 或者是你擦它之後上面再加唇蜜 它就會變成亮就是亮面的 那你也可以擦它之後再擦唇膏 就是唇蜜或唇膏你吃飯來講話掉了之後 你的染唇液還是染在你的嘴巴上 就不會讓你完全變成素唇 那染唇液還有 染唇液有很多不同的用法 再來下一個是一個我完全沒有用過的東西 它是豐樣翹唇蜜01號珍珠天堂 它叫做Pure Paradise 它都是長這樣子的包裝 就是每一個都是長這樣包裝 然後底下有一點小小的擦畫 擦擦畫我覺得很可愛 那這個呢它 嗯擦上去像我現在有擦 就是這個亮亮 嘴巴這邊嘟嘟亮亮的就是擦它的效果 像你有時候小時候畫圖啊 不是會可能畫一顆橘子 會畫一顆蘋果什麼的 你要表現出它很飽滿 或是很光滑的時候 你會在上面畫一個那種金燙號的圖案 然後上面裡面塗白嗎 但這個就是那個效果 就是你在你的嘴巴中間這邊畫上它 就會讓你嘴巴很像有嘟嘟的感覺 但是呢它這個裡面不是很大片的那種亮粉 它是很細的亮粉 然後有一點光澤感 所以你這樣子看是很自然的 好像有打光在嘴巴上面的感覺 所以我今天看就覺得很不習慣 因為嘴巴很嘟嘟的 因為我的嘴唇雖然是很厚的 所以現在看就有點不習慣 但是我覺得它的效果非常好 然後它這個聞起來也是有一點蜜桃的味道 那我完全沒有任何這種產品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還蠻特別的 那全部的講完 接下來要講眼睛的 它這個是 耀眼時刻拉風眼影霜5號棕榈海灘 就是因為夏天可能你流汗 出油比較容易脫妝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眼影霜先打底 或者是單擦都沒關係 它這個眼影霜是非常自然的咖啡色 很滑很好推開 那有一些眼影霜太黏或是質地太厚的話 你推的時候會覺得很不好推開 但這個眼影霜就是很好推開 然後顏色不會到太濃 讓你覺得好像整個蓋過你的眼睛會 單擦會不自然 它這個是單擦也很自然的一個顏色 像我現在最近工作 是比較需要妝多一點的那種 所以呢 我如果來不及的話 我都會用單色眼影來塗我整個眼皮 這樣就不會讓妝看起來妝感太少 所以呢這種就是很好用 而且就是很方便 這種比眼影粉還要方便 因為眼影粉 你可能有時候沾啊又不夠顯色啊 又又就是又是容易掉啊什麼的 如果你眼影粉只塗一個顏色 沒有做搭底什麼的就容易掉 但是這種眼影霜就可以直接塗 它也比較不容易掉色 再來是一個我很喜歡很喜歡的這個 性感貓女柔順眼線液筆 它是濃密黑 那這個眼線液特別的地方呢是 它的這個筆頭很短 所以很好控制 因為像畫眼線 如果你是比較不常畫的話 不常用眼線液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它的刷頭很難控制 可能你壓下去它就歪掉什麼的 但是這個因為很短 所以就很好控制 像我畫愛心啊 就是也 像用一般眼線筆畫愛心的話 可能要小小心的畫 因為如果你直接這樣壓下去這樣畫的話 你的筆頭會被弄歪 可能就愛心會歪掉 但是這個畫愛心就直接畫就可以 就表示它真的 筆頭是很好控制的 然後它也很細 就算你整個壓下去 你也不會覺得它太粗 而且它最大的一個優點是 它畫完的眼線是霧面的 因為我不喜歡有些眼線液畫起來是亮面的 就會讓人家一直盯著你的眼線液看的感覺 美國有一個牌子叫做NYC 它的眼線液也是畫完是霧面的 然後又很便宜 那時候我就很想買 但是就是沒有買 沒有買到 這一支呢 就是我覺得畫完也是霧面的 所以我現在游泳了這一支之後 我就不會想要買那個NYC的 所以它這一個應該算是目前 它寄給我的東西裡面我最喜歡的一支 接下來再講兩個眼線筆 那這兩個眼線筆是那種膠狀的 它是派對女王防水眼線膠筆 一個是04號金鑽卡其 一個是05號金鑽藍 那金鑽卡其這個顏色很特別 它底色是黑綠 但是裡面有金色的亮粉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顏色 我沒有看 還沒有就是還沒有擁有過這種顏色的眼線膠筆 那這眼線膠筆呢 畫上去是非常黑 然後很軟很好畫很顯色那種 不是畫上去要用力畫 然後會痛的那種 那這個眼線筆呢 我覺得是可以特殊時 特殊時候用 因為它裡面有一點點亮粉 我比較不會拿來天貼用 但如果你想要也是可以啦 但是這個就是很特別的一個 金鑽卡其的顏色 另外一支是金鑽藍 因為藍色這種我有 就是我有買過別的牌子的 它這個藍色是這樣 一個算是海水藍嗎 但是它裡面金鑽的成分 沒有卡其看起來這麼多 它裡面是那種很細很細的藍色亮粉 卡其也是啦 卡其的亮粉是很細很細的金色亮粉 但是因為它在它的底色是綠咖啡 所以就很明顯 但這個是藍色亮粉又在藍色的眼線膠裡面 所以就沒有那麼明顯 但它還是有一點點那種反光的感覺 這個藍色很好看 它是那種很深的海洋的藍色 所以也是很適合特殊妝容的時候 再來最後一個是 這個清透水感粉底液 這個是一號明亮膚 那我這個粉底液 就是我今天用的粉底液 它長這樣 它是一個這種軟管的 但是它這裡又是擠壓式的 那這個粉底液它的質地我覺得很像 怎麼講 它介於妙巴黎和MAKE UP FOREVER的中間 就是有一點點膠狀 但是你推開來之後 它很快又化成比較水狀 嗯...該怎麼講的呢 它擠出來你會覺得它是膠狀 但是你推開來之後 它又是那種很輕薄的水狀 那它的遮瑕力還不錯 但是沒有到可能MAKE UP FOREVER這樣這麼遮 沒有到牙絲藍袋這樣這麼遮 但是它的遮瑕力我覺得已經算是很夠了 上去也是很輕薄 不會讓人覺得妝感很厚 所以這個粉底液我也蠻喜歡的 只是呢... 嗯...那時候我看一號明亮膚 會覺得會不會也太白 結果沒想到我擦起來還蠻剛好的 就是我好像比我想像中的再稍微白一點 雖然我沒有很喜歡很白啦 但是... 嗯...不小心因為 因為整天待在室內都沒有曬太陽 就變得有點白了 所以之後呢夏天希望我可以 好好的出去外面曬個太陽做個休息 主要是要休息啦 因為最近上班真的很累 都一直待在室內 以上呢就是這一次我的... 嗯...網購網站的分享 這個網站叫做ALASO 那這次他們寄給我的試用品 也是韓國YETYET的產品 那他們呢如果你是在台灣 你想要買一些日韓啊 歐美的產品 你可以到他們的奇摩網站裡面去選購 那如果你是住在國外啊 可能美國、加拿大、大陸啊 澳洲什麼的 你想要買亞洲的商品的話呢 你也可以從他們的網站去選購亞洲的商品 台灣的也有 台灣的也可以寄到國外去 那他們的兩個網站 就是一個國外的一個國內的連結呢 我都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如果你有想要買一些 台灣比較買不到的日韓美妝的話呢 就可以去那邊選購 他們的價位都會稍微比市面上 再稍微便宜一點點 不會便宜很多 因為他們的真的是正品 不是水貨 像小三美日或是八六小戶那種 很多都是水貨 所以他們可以賣到很便宜 但是他們那邊的不保證是正品啦 但是這一個呢 他們保證是正品 然後價位 就可能不會像八六 或是小三那麼的便宜 但是呢 還是會稍微的便宜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網購網站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大家好 今天這個桃紅色妝容呢 是我一個網友跟我分享的 他分享的就是一個桃紅色眼妝 但是呢 我就是以很簡單的方式來完成這個妝容 那這個影片 你看到最後的話 會有抽獎小活動 那這次的獎品呢 是Salon提供給我 讓你們抽獎